說到這幾天的天氣原來是很熱 這個氣象室是對很多官司 發佈格文經過 尤其是社保保的官司 可能會出現三十六度以上的格文 共駕會熱到幾禮拜 現在占對氣象室 今天也先發佈一支氣象室的 狗獲獎品 現在民眾對日常生活 開始行動 保護地球 日後車贏了 這段天氣是很熱 國內的格文都有三十四度以上 氣象室佩戈也沾對台灣 射半部的台部份官司 博保感受得更穩定好 這中心的範圍 也是有比較高的溫度表現 氣象室要拿刺 過頭後尤其中部以北 吉蘭 花蓮地區要注意熱水好 未來一禮拜都是這種 高溫過頭浪費的天氣形態 拜國晚上開始 南海水氣上北 南部地區要注意準好 冬年夏天如果越來越熱 氣象室為了加強民眾對氣候 變成氣的關注 為日後一年開始 幾月這期氣候變成 通識贏 希望增加民眾對氣候變成氣的中式 裡面的內容 邀請當然包含了氣象界 水資源 能源領域 環境領域的相關 專家來幫我們做相關的說明 那希望能夠去呈現我們在臺灣所面對氣候變遷現象 過去現在到未來 那以及他的衝擊 氣象書表示 他們透過局情形 跟真好理解的氣候變成地式 用比較出味的方式 電視給民眾知道 未來這期七十分前回的壓扁 也會安排到學校補償 讓民眾願意為日常生活開始行動 共同民對氣候變成的挑戰 記者說我們有開台北部 都